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那是不知道怎样准备的业因 他一生就受命运的指质 在这个世界像这样的人的确干的是大多数 国报都是过去分中所造的业因 哪一个人没有定义 也就是哪一个人不是受命运的指质 不但这一生可以讲 三三十四的都是受命运的指质 为什么会受命运指质 不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这个就是疑惑颠倒造业受报 这个就是轮回的业因 经上讲了破莲名诊真的可怜 造业受报 受报的时候他不觉悟啊 他造更重的罪业 怨天诱人 这样一来呢 这种循环呢 是往下面去的 不是往上啊 欲陷欲深 每一框欲下了 一生不如一生 一世不如一世 你说这个都可以 祸夜苦 疑惑造业受报 永远不息 这就是轮回的相 这是轮回的因 轮回是这么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你再体会到轮回可怕 轮回的相啊 是越来越往下面去的 不会往上面去的 像这个玄悟一样 越沉越往下走 一世不如一世 为什么呢 你所累积的 这一夜呢 一定是卧夜多 山夜少 生生世世造的卧夜多 你底下一代 夜深的果报 一定不如现在 到来一生再做卧夜 在底下一生又不如 所以一世比一世苦啊 一世比一世沉沦啊 这个不得了啊 很难向上提升一层 实际上的状况 是每一况愈像 我们自己本身呢 一世不如一世 这是真相 这个才可怕了 几个人 能像佛法里面所说的 真正断我修身 其功雷德 一生真正去做了 来生这个果报 比这一生提升 那真叫少数又少数啊 那是什么人 那是真正修身人 真正是读书 接受圣贤教会 天天改顾自新 能放下自己的烦恼兴气 随顺圣贤人的教会 这种人才能往上提升啊 儒家讲 修身 修身就是修行 他们所说的 各无智之 诚意正心 修身 齐家治国 真正懂得这样修法 他的前途 一世比一世好 一世比一世殊胜 那么换句话说 一世比一世的风暴大 今生也常讲的 极善修德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创造自己新的命运 命运是自己造的 贪嗔痴的妄念 所造的命运就不好啊 这个命运是手下坡啊 无界是善 无能罢得 这个好啊 这是使我们命运向上提升的 随命是自己造的 改造命运 还要靠自己 佛 如都懂得这个道理 莱森到哪里去 这关系太大了 如果我们修得好 莱森换一个身体 换一个生活环境 比现在还要殊胜 活乐而不为之 如果自己在这一生 不能好好的学习 造作许许多多罪孽 那来生不往下堕落 那实在就太可行 往下堕落容易 往上提升比较困难 所以一定要明里 要急功累得 决定不遭围 断卧修下 急功累得了 在现起我们这一生当中 你会过到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 来世 你的境界决定向上提升 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随身自己烦恼吸气 你神念念念都在造业 一定要自己懂得 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 克服自己的习气 改过自新 努力修善 我们不求这一生的果报 求来生 来生有大福报 来生必定向上提升 我们提升的目标都在极乐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